不管怎麼樣呢 中國大陸現在你圍堵啊 也圍堵不了 你看中國大陸晶片 現在也晶片要開始要自由了嗎 中芯國際現在在第一季呢 超越了革新還有聯電之後 第二季呢 再穩居世界排名第三 代表我穩住了 然後呢他們的CEO趙海軍說 高階智慧型手機的晶片產能啊 呈現出供不應求的狀態 意思就是中芯的這個晶片呢 也獲得可能國產很多人的喜歡 那尤其也提到以前 像是革新 聯電跟中芯 都在聚焦大概14奈米左右的技術 聯電跟革新 他現在宣布不再深入去探索 10奈米以下 中芯7奈米現在已經有領先 對他們來講已經有領先的地位 所以呢中芯現在會慢慢攻下去 但他們呢就停在那邊 這市場的問題啊 就是說事實上整個全世界啊 需要10奈米以下的晶片 只有特定的產品 那10奈米以下獲利很高 可是市場沒有想像中 那麼大 大部分都還是10奈米以上 對 所以至於市場的區隔 對聯電跟革新來講 他做10奈米以下 他花很多錢去投資 可能回不來 他沒那個錢 他投資下去也增不夠 這個台積電 所以他會賠錢 就像英特爾先生一樣 拿那麼多補助還是扶不起拉斗 賠70億 真的 我看了眼睛都昏倒了 那你現在這個中芯國際 全體中國人還有中國政府的領導 要全力來扶持 當時台積電也是蔣經國時代用力去扶持的 因為我們至少要有一家 中國大陸半導體製造場很多 那我們至少要有一家 未來能夠做高端晶片 沒錯 一定要 至少要有一家 聽懂沒有 至少要有一家 那就是最接近的就是中芯國際 他有梁孟松在那邊主導 我覺得有希望來攻克 那現在已經到7奈米 看哪一天到3奈米 那不得了 對 那這個暫時不要管糧綠 可是不到那個糧綠 會稍微賠一點錢 那就用別的方式來彌補它 是 這個是必要的 那高階智慧型手機的晶片 有供不應求 這是好現象啊 供不應求 但是我們大賺 目前還沒有大賺 因為糧綠還沒有到那邊 但是我們先把東西做出來 再來考慮賺錢 所以這個地方就需要大家的幫忙 對 所以大家才會說愛用國貨嘛 所以呢 現在很多的這些 哎呀 像什麼NVIDIA 愛賣不賣的 很多像是 沒有 他很想賣 對 是美國 不讓他賣 用詞有點不精確 是美國不讓他賣 好 那中國大陸就用自己國產的 也可以啦 那華為你可以看到 這個華為Mate60系列 首次官方降價 最高優惠說來到了800元 為什麼呢 這但有個訊號 會不會華為真的9月要推出新手機嗎 我之前也有看到說 三折機要出來了嘛 所以你看Mate60要降價 中國大陸前六個月 手機出貨量 其實是年增13.2 但是呢 iPhone在大中華地區 淪為5名以後變Others 下滑了7% 應該是悲歡離合啦 iPhone在中國 銷售量下滑 可是他在全球的獲利率 最近這幾個會上升 他是全球賺得不少 尤其是在中南美洲啦 很多地方賣得很好 所以對蘋果來講 他們捨不得中國大陸的市場 所以他一定會盡全力來爭取 其實我覺得任正輝講對了 蘋果是我們的老師 我們都是蘋果的學生 我們好好學習 那蘋果是不錯的手機啊 但是華為更好 這個太有藝術了 對啊 講話太好 後面這機是我加的 OK OK 那Made的60 降價當然表示有新機種要出來 但我就不開心 因為我有Made的60 你現在降價我當然不開心 不過還是祝福他Made的70大賣 對 所以對於手機的一個發展 華為不只在手機發展 在晶片設計 他現在也有很大的突破 比如說他有一款新的AI晶片 已經可以跟NVIDIA的 所謂的好像是H100還是A100 H100來競爭 來競爭 這是好事 這是好事 那我是覺得在AI的晶片方面 我更看重 因為手機這個東西 畢竟是消費品 但是AI的晶片 那是真的是另外一個 一個競爭高端 因為它那個市場是什麼 都是賣給什麼 百度 騰訊 就是賣給鴻海去組裝AI 伺服器用的 對那很重要 那是未來技術上競爭的一個核心 對 因為未來的世代是AI的世代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為什麼台積電 還有NVIDIA會股票受到很大的一個 觀看 覺得怎麼長那麼高 就是因為未來是AI的世代 所以中國大陸 AI晶片呢也要 不能被美國給卡脖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突圍 有些東西美國就愛卡來卡去 譬如說核賽科技 中國大陸雷射的這個 雷射雷達巨頭 核賽科技呢 被美國自己移除了 美國國防部的黑名單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就沒有這個國安問題 第二個它技術也不錯 結果真的有人被 這個就很生氣了 盧比共和黨議員 還有另外這個議員李克 都是共和黨的 就是說要求拜登政府 對這個要採取更多的限制好嗎 你這個根本就給中記送大禮了 這兩個美國政客 我不曉得應該用什麼東西形容他 你跟中國利益有衝突 你要反中不是問題 但是你不能反科學 你不能反理性 這個盧比歐什麼背景 他就是古巴反共團體的 政治世家的第三代 對 所以他在佛羅里達這一群裡面 當然就是看到是中國 是共產黨在執政 他就反對 再加上中美關係 這麼樣的摩擦 他就是又反共又反中 加成 那他講這些有的沒有 所謂的對中記採取什麼 更大的措施啊等等 那請問你 請問你 現在誰放寬大疆的 那些要求放寬大疆的那些人 裡面有誰啊 不是一大堆共和黨支持者的企業 對 你買不到別的 都消防局啊 還有警局 警察啊 交通啊 農業 農業啊 不是嗎 對齁 所以這兩個人 腦筋不清楚 其實美國很多政客腦筋都不太清楚 對 那不清楚的程度 不輸給賀錦麗 也不輸給川普 真的啊 美國 還有跟拜登一樣 整個美國政壇 不曉得怎麼搞 國勢在摔的 領導人都是亂七八糟 看不到那種 柯林頓跟歐巴馬 那種有水準的角色 那真的 連希拉里水準都還不錯 對 你看嘛 其實小部戲 大家會說他兩句 他坦白講素質還不錯 這些人啊 這能聽嗎 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盧比歐本來說 要當川普的副總統 天啊 還好沒有 真是莫名其妙 不過川普現在找了Vans 也沒有很好 對這都不太好 對 那這個李克 也是一樣啊 這是那種 民粹沒有那種 那種思考能力的這些 人云亦云 只想要 哎呀 喊喊反中啊 拜登你太親中國了 要不然怎麼做 他就玩這個政治遊戲而已 對 所以根本不用去理他 對玩這種政治遊戲 你可能 在你的這個選區 會有一些聲量 但是呢 要講難聽一點 你 阻止了中國大陸崛起吧 沒有辦法 而且你阻止了中國大陸 製造的東西嗎 也沒有嘛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呢 大疆沒有被你禁掉 華為呢 你美國不讓他賣啊等等 他自己呢 在很多地方也賣得不錯 中國大陸人呢 就會挺自己的 國產的東西 所以呢 你擋得了一時 擋不了一輩子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只要有什麼不適的 地上方再放進去